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歡迎來到新一集的肥仔傑論證 今天很開心請到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博士 來到這裡, 我們一起去談一談 全城最近最熱討論的就是封關這個話題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你可以給我們一個Like 在下面留言分享這條影片出去 還有記得要訂閱肥仔傑的YouTube Channel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的影片 好, 肥仔,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想問一下, 因為昨天林鄭推出了一些新的 人流管制的措施 社會上也有很多討論關於封關這個問題 你怎麼看封關這個意見呢? 我一直都是十天之前公開很多次已經講 向政府也都反映 最主要就是入境的人流管制 所謂政治上的爭拗封關、語不封關、全面封關 我覺得已經去, 為什麼會糾纏呢? 就變成一種好像有些政治的implication 其實大家就不需要糾纏在那裡 最重要就是達至相同大家要的果效 我提出第一, 鎖澳門, 鎖澳門是最好的 如果你短期入境是非香港人的 那你就要提供醫生子 短期主要是14天之內 那為什麼我會用14天來定呢? 因為如果他超過14天 而仍然他要入境 他可能有一些比較合理的理由 譬如他是讀書、探親、工作、公務 有些人是很重要的公務 他們正式有PISA已經是削了的 那些入境之後呢 都要自我隔離14天 那他如果不是 就是當時我提到的時候 就沒有這麼嚴重 你如果是沒有病徵的 那你就鼓勵那些人要家居隔離 盡量不要到處走 尤其是在過年前後 那些人留在關口這麼迫 你都不知道誰會是 你遇到什麼人在你身邊 那如果是永久性居民 那當然我們一定要讓他入境 是 肯定 他的權利來的 那他入境幾十萬人 現在說的 聽說就是有一些 根本本身不想住 即不是經常在香港的人 那因為內地疫情嚴重 他就特地要回來香港 那加上那幾十萬人 你就沒有可能說 全部強制隔離做不到的 是 沒錯 但是政府是有責任的 我十天之前已經說 那時候未曾大爆發到這樣 要加居隔離 僱主要配合 我自己就以身作則 我的職員在過年之前 我已經跟他們說 如果你們要回內地 回來你就在辦公室14天 那時候就未曾任人都在辦公室 就是會走的 沒錯 你不知道在深圳 會不會遇到有武漢的人 所以根本是不安全的 所以你起碼鼓勵大家有個意識 那很可惜政府是沒有做到 那我認為 這個也是不足夠的 那些人總是說封關封關 其實最主要是人流管制 但是人流管制都不夠的 人流管制你除了關口 好像那個港珠澳大橋 你還要免費給人使用 就是鼓勵那些車過來 我覺得是不對的 它應該盡量減少些人 無論車什麼方式 為什麼呢 我認為在抗疫的大前提 現在是抗疫 大家忍一忍是沒有問題 但是真的有公務有要事 你給它 不過它都要符合健康的要求 因為我們都是要保護自己的社區 好了 申報是最重要 這個是我對政府其實最不滿 其中的一個 它完全是不要求大家申報 它說因為人這麼多 怎麼申報得切 那你可以在車派紙給人申報定 申報有些人瞞報的 這是很正常的 我不想被人被迫隔離 你有法律的 好像法定聲明一樣 你去那邊 你去中山去那邊 那些暫時不是最弱區 但是如果你去過湖北 你是不填 你只是填你 是另外一個地方 那這個是瞞報 如果被人查出 或者翌日晚一他發病 被人知道 好返也要坐牢 那你這些強制申報 是很重要的 怎麼會是任由的人 就這樣過了 我真的 我其實 我很不同意政府 在這些地方是這麼疏漏 還有悠遊寡斷 是 太悠遊寡斷 好了 現在我們最擔心的 其實我一直都說 內地旅客 沒錯 你是說他在內地 極拘離 是 他反而不是最大量 最大量是幾十萬港人 你一定要協助他的 你是政府你沒有辦法 第一他家居隔離 隔離他不能上班 是 雇主配合不扣人工是最好的 如果雇主是那些餐飲餐食 他給不到人工 沒有那麼理想 沒錯 政府就要提供援助 所以我提隔離的時候 我同時是提 你要為這些在職 守庭口庭的人 甚至是企業 要提供援助 不是有些人有生命的問題 他為了生存 他不是任由那些人上班 或者他甚至還任由那些人接觸 就買個甩 個個 這些傳染病傳出去 都是那些人 是個個都全僥行之心 我的員工不是有問題的 我本人 或者什麼 這些事情的發生 一定是全僥行之心 但是疫症 是不能全僥行的 一定要嚴打的 一定要用法律的 所以那個599章 我很早 立法會是我提出召開緊急會議的 不如跟大家說一說599章的內容 好 因為可能有些觀眾不清晰 什麼是599章呢 到底 阿傑就叫我特別用法律 沒錯 法律是有兩個 一個是599章 那個已經有的了 就是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第七條 第八條 第十二條 大家看看 不是那麼難看到的 政府 即是特首會和行政會議 或者是食衛局局長 是絕對有權 因為防止疫症 你可以強制隔離政策 你 我聽到那個衛生署署長在那裡交代 有一對武漢夫婦 他說那兩個人不合作 我就真是火力 你是有法例 有這個權 為甚麼你不用呢 哪裏可以輪到那些人 是不合作的呢 不合作的呢 當然我們是很同情他們已經染病 但是我們更加要為社區著想 你不能不合作 因為法例說 你一定要申報 你如果不如實申報 就是刑事的 這個不只是我們這樣的 全世界都是的 在疫症披露那方面 你要如實的 如果不是你怎樣防疫 整個社會 不能武功德深的 也都不是一個個人的問題 你只能說 強調呼籲功德深是不行的 一個政府在防疫的問題上 一定要果斷和強硬的 好了 第七條裏面 除了申報隔離之外 你隔離經常說 找不到隔離中心 拖到現在 你要那些人強制隔離 或者甚至有些人說 我家居都不適合隔離 我都擔心 我家一家大小 我寧願去你的隔離中心 有些人這麼好的 他也不肯定自己有沒有帶病 你都沒有位 但是你香港政府是可以強制 你要找 你不要找些人口密集的地方 其實香港有很多 我可以說 很多非政府組織 是自己有營地的 有地方的 我們經常去參加那些退休 退休 退休會 什麼檢討營 很多很多 那些慈善組織 又說自己是公益機構 無私成立的慈善團體 非政府組織 這個時候 香港人就需要他們 我覺得反而 最好是 我希望見到就不是政府強制要他做 而是他甘心情願拿出來 自發自願 我們香港人可不可以展現一些 在這個時候 其實他們是屬於慈善機構的錢 都不是他自己私人的 都是大家為了公眾利益 給他享有這些營地的管理 為什麼不拿出來呢 有的 政府又 憂由寡斷 任由一些人的 那你不 什麼的 你就找那個勞福局 勞福局 大把這些聯網關係 那你平時又說到這麼偉大的 那些非政府組織 是不是 我認為 最好就是他自願 給回一個 就是香港人 是甘心 如果不是就強制 那你因為 因為你沒有隔離 那些人後管制都是虛的 為什麼呢 香港人是有權進來的 沒錯 就是這麼簡單 你說你管制得那小部分 是內地來的 管制不了 香港人可以到處走的 除非你是有政策 有清晰的措施和配備 加上599章其實是可以有補償的 補償就是 包括例如 如果他真的精用了你的地方 去做隔離中心 將來你又要清潔 有很多其他東西 這些他可以補償給你的 但是因為這樣 不能上班 似乎我看599章 就不包了 所以我才呼籲 我們自己 呼籲它是 要成立一個 好像當年沙士那樣 成立一個信託基金 政府最好政府帶頭 但是現在政府好像沒有這個意向 政府有沒有這個意向 他不到他有沒有這個意向 是 我希望他是學會 微語籌謀 集役成求 香港是很多善心人 但是要有人帶頭 是 我們其實是因為 我們熟悉的區 黃埔花園出了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周圍撲口罩 現在撲不到 現在撲不到 唯有出一些心意 然後 亦都被人未與籌謀可能 即你將來真的需要這些 不同的援助 好像阿芬姐 你是不是都成立了 或者民間有沒有一些團體 會成立這些基金 我們其實今天即時 今天早上看到 黃埔花園有個 39歲的 這麼年輕 還有小朋友 所以我們就想 我們口罩又扔不到 我們過年之前 都派了 所有的口罩 先希望帶頭 其實真的不是多 但是因為即時 我們就拿10萬元出來 第一 其實這個10萬元 我希望鼓勵 將來成立一個信託基金 更多人就是捐錢 然後是用來為了對抗這個新沙市 產生的很多需要援助的人士 這個我們今天才剛剛走到第一步 究竟細節的都要跟更多人談 但是我更加希望政府落水 譬如以往這樣可以matching fund 譬如我們民間捐10萬 政府又match10萬 鼓勵大家一起抗疫 各個階層都是一樣 而且我真的希望政府 不要什麼都慢10下 很多觀眾都說它是慢10下 在抗疫問題是不能慢的 生命安全是一刻都不可以延遲的 沒錯 我們因為現在 我們每分每秒都跟疫症在對抗 要跟時間競賽 但是香港人買不到口罩 甚至有些人就說 買口罩要用很高的價格 我見過好像說差不多800元買一盒口罩 你怎麼看這個口罩的價格管制 或者它的價格政府方面 有沒有什麼可以做得到 我都可以給一些例子和照片給你看 我自己親自拍的 有些是296元一盒 是 296元 現在我們周圍去撲口罩 有些真的15元一個 嘩 太誇張了 歐羅1.5歐羅 15元一個口罩 現在全世界的天價 根本就不是市民可以做 包括甚至我們這些團體工商界都可能買不起 所以其實香港政府很早過年已經預測到 有一個叫儲備商品進出口儲備存貨管制規例 我那時候很早就提出比食衛局 現在在疫情當中 不是平時的 是 疫情當中 它除了是屬於醫療的情況 其實很重要 它根本是一個生活的必需品 是 沒錯 你不得不能接受很多普通人 如果沒有口罩 他真的不敢出街 不敢去街市 他怎樣去買東西 是吧 在這樣的情況下 uncertainty 即是不確定因素 才是帶來恐慌的最主要原因 首先我們要確定那個價錢 第二確保供應 好了 供應我知道是難的 現在因為各國都已經是有疫情 還有禁止出口的各拜 沒錯 我們沒有辦法 現在最重要的是 你是幾部曲教市民 有機會有能力的 我們自己都盡量希望 還會有機會扣入到 我們便免費派給一些市民 即透過民間團體 沒錯 以前我們就這樣到處派了 現在可能會說 真的希望他急需的 為什麼在家裡剩下兩三個口罩 或者只有一個口罩 你先給那些 每個人有些家庭都還有一兩盒口罩 你不是最急 你又不要拿著 你給少許時間大家生產 政府你要透明度高 提出給大家 其實現在你始終是夠的 不過我買時間要製造 第二就是價錢 價錢你就是不可以這樣 團職口罩升到天價 人家馬來西亞 如果你升到口罩天價 是坐三年牢 你還不知道 但是香港有沒有辦法落實 就是 香港就是看政府的決心 政府的決心 是可以將口罩放進去 好像這個商品條例 它的百米 它是先訂立後審議 先執行了 是 那將那些商鋪 它積壓到很多 還有可能很多貨在這裡 它拿了出來 是 賣了先 然後呢 我自己就這樣看的 我自己都是認為 首要的是 確保醫療人員的口罩 沒錯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真是普通人跟它不同 它天天在醫院那裡 在前線 我們全港市民 不應該跟醫護人員 去競爭去增拼口罩 不應該的 這個應該是有公德心 是 自己如果有的 不要買著 你減少那種社會的恐慌 也都盡量是要安慰大家 它又不是說去到 你真是一時一刻去到 去到公園很好天空氣 都要戴口罩 有些人 那這些又是過份了 那也是 但是你在那個價錢 如果政府說不給升價 可能有些人 已經拿了口罩出來買 是啊 沒錯 你現在不是 你仍然交給市場 你要記住 抗疫問題是不可以交給市場的 抗疫問題 你不可以只是靠 人家自己的良知 而是要管的 要強硬的 這樣你才可以保護到 絕大部份市民的生命財產 所以你不是說這個時候 優柔鎖券就比市場 沒有可能的 為什麼人家的國家就禁止出口 它都是為了保護他們自己的 那個生產 那個供應 那個居民的供應 其實來來去去 最重要是有一個穩定的供應 沒錯 那你是不是慢慢 就是大家盡量省些用 不出街的時候 你又不好用 這樣的時候 大家就是叫做同舟共濟 沒錯 過了這10天 你現在變魔術 都變不了口罩出來 我看 是啊 沒錯 我們大家去那麼多個國家 都是買到很少量 它變不了出來 你就要政府帶頭 盡量減少出街 那你就用少些口罩 有必須的 你就可以去哪裡購買到 或者是沒有錢買的 但它經常要群好多人一起的 你都可以 我就可以怎樣給你派發 那你才照顧了真的有需要的人 沒錯 那還有呢 因為其實很多觀眾都知道 阿斌姐你很關心 今次我們香港這個疫情 我們怎樣去對抗 以及怎樣幫市民去找到口罩 而你之前都提出過 其實團隊已經在泰國那邊 幫市民找些口罩回來 是 不知道你可否簡單地說一說 現在到底情況是怎樣 知道大概幾時才會有到口罩呢 我們有人在泰國 俄羅斯 巴基斯坦 印度 因為我自己都是專門有研究一帶一路 都找了那裡的朋友幫忙 都有幫到的 但是現在多有多要少有少要 但是有兩個國家已經很明顯 其實已經進入了貨箱 我也打算訂多點回來 然後看看什麼 大家一齊 有很多團體一齊可以一齊分用都可以 但是很可惜 譬如你看到有兩個國家 就是2月1號就禁止了 那個去到機場都不給出口了 這個就是影響了我們起碼有20萬的供應 我也都知道現在的口罩真的很缺 我們再去找到一些再小一點的國家 就是少少我們都拿回來 其實就是想做到剛才那裡 我們再去派 我們是給真正 他有些人一個口罩都沒有在家裡 我知道我特意找人送了兩個口罩給他 因為我又不敢送太多 他真的有需要的人 有些是給了四個 有些給了十個 我們為什麼是這樣呢 就是我們都強調 現在再來問我們拿口罩的人 他真是很必須的 我們其實這個感覺很重要 我希望政府就是給人這個感覺 就是他不一定說 我這個時候每個家庭我一定有一盒 你做不到 但是家庭裏面有 他真的不夠的時候 他去買東西買菜他都要口罩的話 他就可以知道他領著 自己可以學一下別人都可以的 是不是 領著自己的身份證 你可以買到口罩 但是你買到兩個三個 那就可以了 你拿著一千萬個出來 用著先 其實都可以 就不要想著 每個香港人派一個 那你可能浪費了 是啊 沒錯 是不是 你買的時候他真的要付錢 他付錢反而他沒有那麼浪費 現在我一發覺 除了最貧困的那些 你派給他 現在真的要留回來 不用錢他可能更浪費 變成你不要說 八百萬一千萬個你派完 你應不到 應急是真的必須的人 我覺得就要變通 沒錯 因為其實我們大家都看到 社會上 我們有一些基層的人士 或者一些長者 殘疾人士 他們是不方便出門口 排不到長龍去買口罩 他們真的沒有口罩 而出不了街的 所以其實我們和Save Hong Kong 其實都合作了 Save Hong Kong群組上面 Facebook群組合作了 就在有幾個 現在大約有十幾個 我們的議員 或者是社區人士的辦事處 開始向大家 如果你有獨立包裝 乾淨的 不是用過 是獨立包裝 一次性口罩 你是多了出來 可以捐過來給我們辦事處 詳情去Save Hong Kong的Facebook page 可以看得到的 好了 今集非常多謝阿芬姐 梁美芬博士 來到這裏 和大家分享一下 她對今次香港抗疫的情況 怎樣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